把它改成POSE好了 不過特別注意這邊會需要有一個CSRF的TECN 這個前面講過啦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這個 它就會自動顯示錯誤訊息 把它貼過來就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TECN的 Template的變數把它加上去 另外的話呢 接下來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要讓它在View裡面 View特別注意 裡面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讓它拆 所以我就印嘛 印的話是這個 那基本上的話呢 當我輸入一個 特別注意 輸入一個 這個數字之後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啦 就是第一個顯示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要需要做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呢 進來之後的話 讓它產生亂數 然後並且什麼 按下送出可以怎麼樣 可以傳給那個GAS OUT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這邊 可以需要產生一個什麼 我把那個 上禮拜部分來做修改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呢 當我按下送出的時候 我可以丟給那個 就是什麼呢 等一下 跟正一下 應該是 第一個先GAS IN IN的話是剛剛那個畫面 我進來的時候我要做什麼 其實就把那個 GAS的那個樣板把它載進來 OK 其實這個LOCAL應該不用啊 這個後面應該好像沒有傳任何參數 所以LOCAL是不需要 拿掉也可以啦 那我們只需要做什麼呢 產生一個亂數 這個是剛剛那個 Python裡面有的 就是1到20之間嘛 Random.random.random.range 1到21的前面 就1到20 那它就產生一個亂數 假設啦 我假設1到20之間產生一個3好了 那就產生一個3之後的話 它丟到一個RND裡面 幫我存放起來 不對啊 這個有個變數 所以呢 LOCAL好像也一定要 所以這邊的話LOCAL 這個LOCAL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這個RND幫我 透過這個LOCAL 幫我傳給誰呢 傳給這個 我們待會 那個GAS OUT 所以特別注意啊 我是把這個畫面載進來 並且把這個變數 這個這個詞怎麼樣 順便丟給 這一個 那個什麼GAS的那個樣板 那這個GAS樣板接收到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載進來 所以特別注意啊 接下來這個主控權就從這邊 丟到那個GAS 這個網頁裡面 但是並且把那個RND這個變數 所以產生一個變數是3 那它就怎麼樣 丟過來了 所以呢 丟過來之後 這個3放哪裡呢 其實就放這邊啦 隱藏欄位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丟過來之後呢 它的背後 檢視原始碼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VALUE 所以答案在這裡 當然我剛剛講的 我們先求做出來 再求更好 OK 所以隱藏欄位 當然有個缺點 我們知道 但是不要告訴別人就好了 就不會有人知道說這邊有藏一個答案 不過有些東西啦 網頁喔 你們即便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也可能會想要把它關掉 為什麼現在的網頁 東西太多了 它一出來 哇整個全部都是程式碼 你光看你也沒那麼厲害啦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 可以做到呢 你的法眼 可以整個開了 一看就馬上知道說 即便密密麻麻的程式 你都可以看出 關鍵的 地方 哇那以後呢 你就可以 在網頁的世界 裡面呢 就會非常的 出類拔萃了 為什麼你想要抓什麼資料都有 網路上其實都有啦 像網路上的影片 你要把它抓下來可不可以 可以啊 很多保護保護嘛 其實還是可以找到它的破綻 就是 只要是 倒高一尺啦 就磨高一帳 對不對 所以磨高一尺 倒高一帳 對 最近像我之前教那個VBA 又去抓那個 雅虎股市啊 最後紛紛最近很多同學說 老師你以前教的方法喔 不能用也為什麼 因為都亂碼了 因為收下來知道 全部都是那個亂碼 那怎麼辦呢 我就說那你這一招行不通了 你可以用別招嗎 然後他說 老師你以前只有教過那一招啊 那就沒有招了 不過後來我試了一下啦 其實真的還可以用別的方法啦 像用IE物件也可以抓 就很順暢就一下全部抓下來了 用Python能不能抓也可以抓 只是說呢 你可能還沒有學到那樣的 階段 OK那第一個就是 裡面 GasIn 那我們其實GasIn主要是什麼 產生 就是 第一個先把這個 產生一個亂數 並且丟給他 OK 丟給他之後他就顯示出 我們這個畫面嘛 送出之後丟給誰呢 丟給另外一個叫GasOut GasOut 這裡因為我是用什麼 用那個Post 所以用Post去接 他會帶什麼東西過來呢 各位看一下 主要如果在Fone裡面呢 只要是Input的 都會幫我帶過來 所以裡面的話會有個A Name叫A 然後另外有一個是 Name叫Rnd 所以他會把這個 這個東西 裡面輸入的 就是比如說我輸入10 他就會變成他的Value A的Value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他Value已經放在這裡了 所以假設產生7的話 就會帶這個跟這個 所以我用什麼呢 用那個 這個GasOut裡面的話 一樣用Request Post 把它抓過來 因為我們用Post 所以一定要Post抓 另外因為他抓過來的東西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7的話 他一樣跟Input的一樣 他是這樣子 7的自串 所以你一定要加一個INT 我剛剛Low加INT 奇怪怎麼卡住了 原來是沒有轉型 轉完之後就OK了 那分別把它轉型之後呢 再比較一下 這樣的話呢 有沒有 一樣有個relaut relaut就是自串 將來要彈回去的 彈在這邊的 OK 那就是如果太高太低就顯示出來 如果呢 完全正確 那就恭喜大家 所以其實 這個程式 其實是直接 從什麼 從 原來的拆數字這邊 有沒有 只是print把它改成relaut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什麼 彈到一個什麼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個 比對一下 基本上我只是改什麼 改這個print把它改成一個自串 然後呢 剛剛那個 再輸入的部分的話 就是啊 彈到哪裡呢 彈回到這個網頁裡面 有沒有 把這個result帶過來 他就會在這邊顯示 一個錯誤還是正確 所以如果比如說 輸入10 按送出 有沒有太高 那為什麼會太高呢 因為 假設裡面是7好了 欸 他這個 數字大於 所以會跑這一邊 然後就是 太高了 先產生一個自串 再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render 把這個東西 幫我帶過來 帶什麼 帶這個東西過來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 有沒有 我們有個文字在這裡 它就顯示出來了 其他 大概都差不多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加一個什麼 URL S 所以 再把這兩個加上去 就完成我們這一題了 不過我們這一題最後 當然還有一個地方 需要解決 就是 如何把隱藏欄位 改成 那個所謂的 Section 物件 因為主要是這個 我剛剛提過的 按右鍵 這邊有個Value 不過其實我不講 你可能也不會知道 但是我已經講了 那你就知道了 只是說你要知道 這個問題 那怎麼改 如果待會有時間的話 其實我這邊好像有 雲端白板有放了一個什麼 3-5 Section的使用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有放很久了 什麼時候放上去知道嗎 有同學知道嗎 還是剛剛才發現 有這些東西 其實是我一邊看 氏族在一邊弄的 所以你看我會很會善用時間 因為適如善用用 裡面的話 Section要怎麼做 大概就是 它裡面已經有弄好了 這個 這兩個圖子給你看 說已經有弄好了 你不需要再去設定 在Settings裡面 它已經幫我把 那個 就是 這個 Section 有沒有 它的Module 放進來了 這個已經放進來了 還有 Section 這兩個東西 不過已經用了 只是告訴你說已經有了 你不用去動它 你也不用去加 這兩個只是本來就有了 所以這兩個大家知道一下 常用的像防止灌票 或者是像什麼呢 如何 去做登錄會員登錄的部分 登錄成功 登錄失敗 待會也許 我們講一下Section 然後呢 再把它 回來 看一下 把隱藏欄 改成Section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如果你Section懂的話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尤其是像 只要是登錄帳號密碼 密碼 那就可以用這樣 類似像論壇 很多像論壇 或者像一些系統 一定要登錄 登錄之後一定有Section 有Section 就有點像有一個通行證 你才有辦法進去裡面看東西 如果沒有Section 它就把你彈出 彈到哪裡呢 彈到登錄畫面的位置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會這個動畫 以後可以做一個 系統 像 其實我比較 我沒有講到Cookie 主要原因是 Cookie我後來都沒有用 因為Cookie 它有幾個點 第一個 它是放在 那個使用者端的東西 所以它很有可能 被打開 它有危險性 安全性比較差 第二個 也有可能使用者端 把Cookie關掉 像我的習慣 盡量不要用Cookie 所以 Section是放Section 安全性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被破解 OK 所以 建議是用Section Cookie如果你暫時不知道 也沒有關係 那我發現 大部分我寫過的專案裡面 很少用到Cookie 所以 不是說不重要 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也可以在 看書裡面 所講的方法 它使用的方法 跟Section蠻像的 只是說一個是放在 使用者端 一個是放在 Servor端 差別在這裡而已 OK 那是書裡面第七個章節 所以如果 回去 可以自己 想要再了解多一點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 上課的那個 章子 是